我觉得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包括我自己在内 今天经过了一些问答之后 才把一些概念搞得更加清楚了 对让我之前对于乌鲁鲁 statement 对 referendum 这个已经听了很多遍 但这个怎么说呢 只有进入了这样一个情境之后 我觉得有一些那个概念上的一些联系 才会更加的清晰 因为你只有被联系到 让你去看一下这个信息才会知道 我觉得投递到信箱的 基本上也是英文吧 中文的没有 只有上网站才有中文吧 我觉得对于已经有这个tension 来关注这件事情来说 是你会特别关注到有相关的报道 但是对于完全对这个事情 陌生的人来说 其实还是比较难注意到的 就是通过现有渠道 我获取的关于这个 companion的信息来说 暂时无法对我是否投yes或no 有足够的支持 对 像如果只是在 manstrand像Facebook radio 这些可能我们多元文化群体 以不太关注的信息渠道 来普及这些知识 其实已经限制了我们对人文化群体 对这个信息的获取 我认为一种重要的困难 是可能有关注的 一些信息的信息 可能不可能是在语言 所以我认为 其中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提供 信息的信息 是他们 其实联系到 和其他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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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其他人的东西 他们都听过 也会来到一个社区的详细 来解释一些详细 那些他们不懂得理解 AEC 对 他的网页上有专门的一页 是用中文写的 所以我觉得从那里开始是最好的 还有就是 我觉得跟当地的一些 那个多元文化社团也可以聊一聊吧 或者是就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其实是最明确的 对 他的网页上有专门的一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